我们回来了 爷爷 我们回来了 怎么样 下午玩得还愉快吧 小语啊 有件事我想问问你 听说你转机香港时 去了趟澳门 但是没有耽误这事 只是顺道关心了一下同学 是关心你那位学弟明天吧 看来 那个叫明天的小子 真是让你着迷了 从现在起 你休学吧 为什么呀 爷爷 您不是说了吗 不干涉我大学生活 怎么能出尔反尔呢 出尔反尔能是你 你身为方家的人 应该知道 为方氏集团做出牺牲奉献 这其中自然包括你的婚姻 爱情 您说什么我都能接受 但唯独爱情 我要自己做主 我绝不妥协 看来 那个明天 真是让你神魂颠倒啊 让你丧失了理智 连骑马的王卫心都卸掉了 爷爷 我见过那个明天的 你住嘴 你的账我待会儿跟你算 在你们很小的时候 我就教过你们 那些靠近你们的人 百分之九十 都是有目的的 对人一定要小心提防啊 可你们 为什么就不听呢 因为我不是小孩了 您说的我明白 但我也必须告诉您 明天他不是那样的人 而且他也没有要接近我 是我主动喜欢他的 你一个女孩子 说出这种话 你害不害臊 好 就算那小子 像你说的那样 他对你没有企图 可你想过没想过 他适合你吗 他穷得 连应付生活的条件都没有 他 他有 有什么资格谈结婚恋爱 所以您的意思是 只有有钱人 才有资格谈恋爱是吗 爷爷 在您心中 穷洒是唯一的原因吧 对 你说得对 我就是这么想的 你可能认为我俗 可事实就是这样啊 你们两个人 是不同世界的人 现在看来不是问题的问题 到时候都会一一出现的 小语啊 听爷爷一句话 离开他吧 我不会放弃的 我会证明给您看 事实不会是像您说的那样 姐 姐 姐